最後的話我希望把剛剛兩個SUB變成兩個按鈕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加上那個按鈕的話 這個部分的功能它預設是隱藏起來的 所以請你把隱藏功能叫出來 這個必須做一個設定 位置的話在哪裡? 記得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在ECL的左上角有個小小的箭頭 小機關點擊之後的話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點擊之後再找到自訂功能區 因為我需要把一個隱藏功能給叫出來 這個功能叫做自訂功能區 其中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在右邊 右下角這個地方有一個叫開發人員的 那它前方是沒有被打勾的 那很簡單請你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之後的話 你就會在你的這個功能區裡面 會看到有一個開發人員的那個頁面 OK 這打勾喔 按確定 OK 這個就會開發人員 就是這個功能 那你說為什麼這個功能不直接打開就好了 其實當然你看名稱大概也知道吧 因為這是for開發人員的 也就是一般人並不會需要 那我們為什麼把它打開 因為你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在做開發人員所做的事情 OK 這個櫃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記得 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位置在這裡 其他命令 至於自訂功能區 開發人員打勾 打勾就可以了 按確定 OK 好 這個我想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都會還原 所以可能你每次來上課 都可能會需要做這件事 來 你多做幾次應該都記得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你說老師按鈕在哪裡 在講按鈕之前 請你看到前方是不是有個Visual Basic 然後他也會跳出說ALT加A511 那實際上以後如果假設你這個打開 你就不用記ALT加A511 因為你按一下這個 他就會跳Visual Basic OK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當然如果你懶得打開開發人員 你按ALT加A511應該是OK 可是如果你將來你已經打開 你就點這邊也一樣可以 看Visual Basic 然後呢 我們如果假設希望增加兩個按鈕的話 他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記得喔 在開發人員這四個字的下方偏左的地方 會有個插入 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下方就會有一個叫表單控制項 記得喔 其實就是這個區域裡面的左上角 會有一個按鈕 就這一個 記得不是這一個喔 不要選錯了 因為這個比較麻煩 這個也可以做按鈕 但是比較麻煩 這個的話比較簡單 記得表單控制項裡面 有一個按鈕可以讓你選 所以我們把它點擊 點擊之後的話呢 請你在到這個畫面的右邊 空白處 按住滑鼠左鍵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就跟你使用小畫家類似 產生一個矩形差不多啦 把它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放開 放開之後的話呢 實際上你選的範圍就是將來按鈕的大小 所以你拉大它就大 小就小OK喔 然後接下來它會彈出一個畫面 問你說請問一下喔 你這個按鈕 你按下它之後的話會執行哪個聚集 跟各位講這個聚集其實指的就是SUB啦 所以以後你看它聚集 你其實可以直接想到SUB就對了 只是翻譯的名稱問題 那你要執行哪一個SUB啊 那我要執行的是那個什麼 串接手機號碼這個好了 那為了說按確定之後 它就會跳一個按鈕出現了 有沒有發現 只是上面的名稱它叫按鈕1 好像怪怪的我們乾脆叫什麼 叫手機好了 OK喔啦反正這個名稱你可以自訂一下 手機自己打一下 OK好這樣子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請你再點一下旁邊一下 因為這個目前是設計模式 所以你現在沒辦法點 你只能修改 那如果你要能夠按下它執行SUB的話 請你在旁邊先點一下 讓它呈現這樣的狀態 有沒有發現就是一個按鈕 這個時候請你把它點擊下去 如果這邊會出現手機號碼的話 恭喜你 對了 好 清楚怎麼做 一樣 清楚在這裡 點這邊要嗎 再點這個 然後在這個地方下方拖拉一個 大小跟上方一樣的按鈕放開 點選清除這個 OK 那名稱它叫清除 所以有時候偷懶會把清除這兩個字 直接複製一下 點它之後有沒有 把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再把按鈕2改成清除 或是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反正兩個字而已 好 這樣子一樣在旁邊點一下 點一下下方的儲存格位置 這個時候就沒有設計模式的那個空點 好 那這樣應該OK了 那再來我們來試一下 按清楚 有了 有沒有 再按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我們已經把 BBA最重要的兩種型態都寫了 所以最後我們再把它做一個review一下 所以今天你要教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一定要讓我看到 插入這個函數的時候 能夠在使用者定義這個類別裡面 一定要出現有一道手機函數 然後它會跳三個參數 如果沒參數的話 你要自己把它修正一下 然後分別把它一個蘿蔔 一個坑 然後能夠看到最後的結果 並且讓我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能夠得到結果 這是Function的使用方法 OK 第二個就是按鈕 所以我這邊一清除 我先把這個清掉好了 因為這上面顯示就是一個公式 不過明顯這個公式 比上個禮拜的結果會短非常多 OK 那這個是一種應用 好 第二個的話就是按鈕 按下清除 可以把舊資料全部清空 再按下手機 又可以把手機的號碼 全部都串在一起 並且輸出 OK 就是今天的作業 OK 應該不會困難吧 而且今天雖然我們寫了很多程式 但是其實都是Challi 遺忘你寫的 那我是建議啦 之後如果各位想要再進一步了解 不是只是說Challi給你就算了 我是建議你慢慢要看懂 到底它給你什麼東西 裡面的東西 跟各位講 比如說Function好了 如果你看到前面有個單引號 而且是綠色的字 這個表示程式的註解 這個註解不會影響程式 也就是說它只是寫給你自己看 到底你的下方這一行程式是什麼意思 OK 所以你這邊當然你可以自己補一些敘述 這個可以做筆記用的 OK 如果你說不要 可不可以 不要也可以啦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並不影響 所以只要單引號開頭 而且是綠色字的話 這個都是註解 另外的話跟各位講 在VPA裡面 只要是DIM開頭的 後面這個名稱是一個變數 也就是說上面我宣告兩個變數 SString的話是這個變數的形態 它是文字形態 不過跟各位講 VPA有個特點就是你也可以不宣告 所以這兩行實際上是可以把它delete掉的 所以以後我個人習慣 我為了不要讓程式看起來這麼繁瑣 所以只要定開頭的一律把它刪掉 你說老師那刪掉可以嗎 完全可以 99%的狀況都沒問題 所以你可以勇敢的把它刪掉 剩下來你會發現 還有空白行你也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你會發現 方選刪完之後 其實最重要的就只有三行乘式 那你說老師這三行乘式到底做什麼 其實這一行其實就串接什麼 串接G4 這一行就串接H4 那這一行做什麼 就是再把0911一個減號 再把084007把結果丟給 這個要返回有沒有 return給這個手機函數 那因為我郵標放的位置剛好在14 所以他就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完成一串的動作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流程吧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自己寫沒關係 你也可以寫得出來 以前我們是教同學自己寫 但是我覺得效果不髒 目前有AI簡直就是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可以很輕鬆的來了解層次 你不用特別去背 但是我是建議你要懂 你不要連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是… 但是你目前也不用知道太多也OK 因為我發現我之前有教過學生 他很厲害 他其實層次都不太懂 他來學了就什麼都不懂 但後來他解決了他很多很多問題 他說我隨便會寫出來 我說你怎麼寫的 很簡單啊 反正錯了我就給他貼回去 請幫我修正 再錯 請幫我修正 反正他來來回回就修正了大概我不知道 他說至少幾十次吧 然後他說跑到這個QRGBT幾乎快當機了 可能已經快要發瘋了吧 他說最後得到的就是他要的結果 那我說那你知道到底他改了什麼 他說我不需要知道 對 但我的想法是說 你也可以順便知道一下吧 如果知道他會更好吧 不然你說真的 你到底為什麼得到正確結果 你都不知道 那… 不過啦 他的… 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他的行業別並不是寫程式的人 他知道這麼多幹嘛 OK 也對啦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去找一個平衡點 怎麼樣比較OK 那底下Sub也一樣 所以Sub如果假設你看到定開頭 你很勇敢的把它抵抵掉沒關係 那實際上他的程式就是這一串 空白也不用 空白的部分也可以把它抵抵掉 所以他這個到底做什麼 其實基本上他就幫你寫個回圈 不過啦 之前請同學寫個回圈 很多同學都當機了 為什麼 因為同學只要看到回圈 就實在沒有辦法 而且很容易寫錯 不過啦 我之前已經幫你寫出來了 你至少知道 他就是幫你把I列號 從第四列到103列幫你做這些事情 做完之後直接就輸出到指定的依然的哪一列的位置 把結果丟進去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OK 所以你慢慢看 然後如果慢慢可以理解的話 那以後當然就相輔相成 我是覺得最好是既能夠用AI幫你產生程式 又能夠自己稍微看懂程式 然後並且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那我覺得這個課應該就可以滿足 我們第一個目標了 但我是希望如果你可以再上一層樓 那會更好 OK 不過我覺得漸進的 至少要保持一個學習的樂趣 我覺得樂趣很重要 因為沒有樂趣應該要學不久 所以今天的基本上的作業 就是請各位把Function跟兩個Sup完成 並且增加兩個按鈕 那最後記得還有一件事 你存檔類型 記得不要存錯 我自然跟各位講過 另存新檔 瀏覽 存檔類型 請各位記得 把它存成啟用聚集 我這個再講一遍 之前有講過 你不要存錯 因為如果你假設存錯 存成火業部沒有啟用聚集的話 會怎麼樣 你可以試試看 不過我直接跟你講了 就是你的程式全部消失 而且救不回來了 之前就有同學做錯了 但如果你按儲存會怎麼樣 我看一下他好像會警告 下列功能無法儲存 無聚集的火業部 請你看仔細 無聚集 所以這一個格式 其實也可以叫做無聚集的火業部 OK 那說你要不要這樣做 如果你硬是要這樣做的話 那真的就消失了 所以你按FOR好了 記得如果看到這個畫面 請務必不要按是 一定要按FOR 然後就改成啟用聚集的火業部 這樣的話直接把它儲存 如果今天的話 也許你們的檔名自己再修改一下 也許再加一個底線 然後增加什麼VBA 或者加一個瓜糊 裡面的話加一個VBA也可以 今天也許就是VBA的部分 把它儲存 這樣就OK了 那下一次你把它關掉之後 你再把它打開的時候 比如把它關掉 那我把它按照日期排序 這邊有VBA 那記得如果你有VBA在裡面的話 它會打開的時候 請各位要特別特別小心 上方有沒有看到 安全性警告已經停用 那什麼時候可以用 也就是說你現在沒有啟用的狀況下 你按這個它不會WALK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能夠執行你的VBA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做一件事 什麼事 這個一定要按 這個沒按這邊都不能用 OK 懂那意思吧 OK 所以啟用內容 有沒有 按下去清除就可以了 之前有同學不知道 他說為什麼我打開什麼事都不能做 你是不是沒有啟用 對 沒有啟用 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關掉重開一下 如果你忘了然後你可以把它打開 反正上方一定會有啟用內容 不過我記得好像他會記得 你已經啟用過了 所以他不會問你第二次 你已經啟用過內容了 他下一次打開就不會有啟用內容 這個提示了 好了 那今天的練習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作業做完 然後上傳 那今天的作業大概就是這一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請你們再打開那個練習檔裡面 E151 截取瓜糊中置串這個範例 那這個的話其實你可以把它打開之後 其實這道題問題就是A欄裡面 需要取得瓜糊的部分 幫我放到B欄裡面去 那你說老師這裡面已經有了 跟各位講這些提示 其實主要是會需要用到 If-Air 跟MID 還有FINE 所以請各位如果要做練習的時候 請你把它delete掉 B2到B10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做的事 做什麼呢 把A欄裡面如果有瓜糊的資料 幫我把它複製到B欄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什麼 B2沒有嘛 所以B3要做什麼呢 就是第三屆冠軍 你要把它複製過來 那以前的做法 如果你不會對的方法 你就只能點兩下 選起來點一下B3Ctrl V貼上 有沒有 然後這是首次冠軍 點兩下Ctrl C Ctrl V 對不對 那這個只有九個還好 如果你這邊有九百 九千九萬個這種資料的話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再做這種事情 有沒有 點兩下C Ctrl C Ctrl V 那問題來了 請問B欄裡面應該要用哪些函數 把它產生一個公式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問題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問題了吧 第二個 請你把這個問題改成VBA 所以這邊可能我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去自動完成 一個按鈕按下去自動清除 OK 這個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各位有時間的話不想試試看 那當然這個也可以當你們練習提到 所以下一次再解好了 其實大概操作的方式跟前一道題差不多 很簡單